7月26日,先元大常委会主任苏志强,副主任魏四学,刘兰军,吴秦祥,汉胜甲,王小强等,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共23人出席会议,刘兰军主持会议。 县政协副主席曹博应邀列席会议,政府副县账立员,县人民法院院长后,清润及政府主称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江镇人大主席,省人大代表和玫瑰列席会议。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理解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,听取和审议了2017年全县财政决算草案和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。 2018年理解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,审查批准了2017年全县财政决算草案和2018年理解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,听取和审议了2017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。 听取和审议了县民政局、商务局、宫电公司的工作报告及县人大常委会评议组关于县民政局、商务局、宫电公司工作评议的出评报告。 听取了县人民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,听取县人民保院2018年上半年工作报告。 听取了县人民检察院2018年上半年工作报告,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。 公告县卫报的组监制、薛晓平审核、蒋静平编辑、赵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阳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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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